臺灣共產年的各位先進會員 還有我們各位李建勢 今天是我們臺灣共產年的30週年的晚會 我們今天特別請到我們中華民國總統候選人 民眾黨的我們的主席柯文哲先生到我們本會來 我們以累累的掌聲來歡迎他 掌聲歡迎 還有我們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吳新年 我們也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吳副總統候選人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尤其我們臺灣共產年剛才有提到成立了30週年 在創辦人許勝發的創辦之下 一路走過來整個社會的支持 還有我們社會大家對我們的愛戴才有經驗的成長 我在這裡特別感謝大家 謝謝 尤其我們前臺北市長柯文哲先生 我們在共產年在一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請他好幾次來我們共產年裡面演講 跟我們交流 這個 謝謝 我們市長還有我們在座的各位會議 大家 非常榮幸來參加 台灣共產七年年得會 30多年的慶典 還有這個電力開業 當然 這次登記以後 第一次跟吳欣妍同時出現 來這裡才掛電 原來吳欣妍委員也是你們的比四年 那在今年九月就曾先來這個電力要評價過 講這個AI如何利用在計二轉型 那麼我想大家都非常好奇 為什麼我們會選吳欣妍大陸競選的夥伴 因為多元開放是一個政治的理念 所以當時再想說最好是能夠助理 吳欣妍是在美國念大學 在英國念碩士 他也在英國還當過國會事理 他對郭公司非常有興趣 所以當過世界經濟分台的青年領袖 回到台灣還要擔任青年領袖 是在一起的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 他在擔任他民眾黨的部區議員 很快的 其實他現在是未完回會的超級人 這讓我們政治上是很少見 就很短的時間 就能對人挑選的這個超級人 就還蠻厲害的 那今年七月他也中華民國立法會的生物 在歐洲一位演講 也替台灣化身 那當然 今天在座都是企業界的大老 其實我倒覺得這樣 企業大概最重要就是溝通 那 溝通你知道 其實是一個非常 我常說 希望用事前的溝通 取代事後的錯誤 這也是為什麼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蓋公宅 喔 那看真的非常厲害 可是就是有 我覺得我們在台北 在蓋社會住宅 最成功的就是讓社會住宅 從一開始的靈異設施 後來變成MV上都很習慣 所以它是一個稅務的構成 所以每次都自不自這個稅務的構成 就是在過程當中 比如說如何讓市民朋友 或老百姓相信說 這樣做是好的 那當然一定要有成績 那所以 我想在座各位大概也沒有跟那個 一千三百元攤分溝通的經驗 那個凡然市場你知道嗎 我們第一次去開溝通協調會 不然講話就來搭排布條 抗議 都奇怪 都還沒講話抗議什麼 不過當然如果一次又一次的溝通以後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克服 所以 每次講那個笑話 你知道 我們台北市那個環南市場 它是很大的批划市場 在開工那一天 你知道 我們那個主任秘書在哭 我說今天是開工田裡 應該高高興興的在哭什麼 剛剛他當台北市的公務 第一天 庇護公務 就是環南市場改建計劃 18年後 他升到了市場處 主任務處 終於開工了 所以我才發現說 原來 在政治上 你知道 耐磨是一個很重要的 包括那個社子島 你知道 在華協任的時候 已經52年境界卡在那裡 那在我任內已經解決了那個 環田和督神 都送到 送到那個內政部 現在就來看內政部怎麼處理 但是前面可以處理 我們都處理掉了 主要跟大家講 主要跟大家講 溝通 是一個順利上很重要的事情 剩下什麼 剩下是認真公眾任務 所以就按部就班 把事情做好 那 其實如果要演講的話 可以講很久 不過今天 不要吵大家吃飯 你知道嗎 還是那一句話 我覺得認真是一種文化 這主要跟大家講 每天七點半 主持商辦 非常有效 因為很多這種 像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一個經驗 那個西區門戶計畫 你看那個北門很漂亮 你知道北門要出現 宗教修路工科專用大廠 要拆掉 宗教橋引刀要拆掉 鐵路檢查室要拆掉 佛光客要拆掉 還要換位置 還有一個叫歷史建築 叫三檢餐廳 你知道拆歷史建築多困難 那個拆掉 每一個專頭都要變好 然後一五十公尺再重新蓋回來 所有這一些 你知道 就是要靠 全部列管 然後一步一步去做完 所以我每次講說 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就是認真做事非常重要 講一大堆沒有用 就是 按部就班頭 很認真地把工作做完 這也是我當市長 八年下來 在政治上最大的改變 我以前都想說 我們這樣點政治 有感政治 我現在都反對 真正 對國家最有效的進步就是 就是 Multiple Small Continuous Improvement 很多大量 小小小小的聯繫性的進步 聯繫起來 就是國家最大的進步 所以這一點我是亞當斯律師的幸福 每一個人做好他的工作 合起來就是國家最大的力量 這是我的信仰 所以國家這力量在國民選舉 好 這只是 就是 利用機會跟大家講一講 當過八年台北市長以後 我 在政治上 思想最大的改變 就是 我反對兩點的政治 我認為就是 連續 大量 小小的 一直進步 合起來 是國家最大的力量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候選人 那麼我們接下來邀請 等一下再來一起合照 呼口號 我們邀請我們大家 非常好奇的 很熱烈期待的 我們 吳欣盈 吳總統 獲選人 掌聲 歡迎 力量 熱烈 我相信 這也是他成為 吳總統獲選人之後 第一次很正式的致辭 再給他 掌聲鼓勵好不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 今天你們參加 公商年的三十週 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 它就像回家 這個組織三十年前 是我外公 許聲發 創辦的 其他的企業家 那同時 之前的理事長 是我的阿姑 許淺隆 都是各個人 然後在這多年來 大家 在業界的企業家們 都給我晚輩的支持 與鼓勵 所以 今天能在這邊 第一場跟大家聊天 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非常的榮幸 那其實 我覺得就是說 對於這個 這個 特別歷史的時刻 我想 有幾個故事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公商年的這個 成立宗旨 就是促進台灣產業發展 與兩岸四地的經貿交流 並尋求城市和和平的繁榮穩定 來提升台灣產業國際化的程度 那一轉眼三十年頭了 公商也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也是大家一目共睹的 那其實 被我而言 在做的這些 所有的企業家們 也持續的 從 這個 自己的公司 企業家都是很多的員工 把員工當成家庭一樣的看待 那 除此以外呢 我覺得在工商團體的 工商年的企業家們 都很愛國 然後也願意做出很多的貢獻 那其實我自己的家裡呢 也是像 有我的 阿姑 跟我阿公 作為好榜樣 就是帶人 謙和 廣善結緣 長期激勵促進 兩岸的和平交流 來 增加彼此的互信 以及合作 那外公呢 也非常注意的這個 他同時也擔任過這個 海基會的副董事長 然後當時也促進兩岸的文化交流 以及慈善活動 那另外呢 我跟大家講個小故事就是 我外公其實 除了在 中國的這個 關係 因為工商年的關係 持續的有交流以外呢 他跟菲律賓 也有很多的淵源 大家可能不知道 說 Colazón Colazón Aquino Col 應該是 我們姓許的意思 那菲律賓人 是華僑 他其實姓許 所以他們是許家世中的 Family 那時候其實 因為那個 他們是反 那個馬可斯 馬可斯的政府嘛 所以那時候 他們 他們 他們帶全家跟孩子們呢 在 流亡在海外 那是在馬可斯的時期 那當時呢 外公也 贈以他們一些海外的協助 一定算是許家世中嘛 然後 然後 之後呢 當然他們也能順利返回菲律賓 來推動菲律賓的民主文化 那 所以說 其實我覺得這種 所謂的這個二鬼外交 就是 非國與國之間的一些民間的交流 也是讓我們促進這個區域和平發展的許多的貢獻 並且回饋社會 那我覺得說 我們在 追求卓越的同時 也不要忘初心 勇敢 承擔 更多的社會責任 能力越強 責任越大 那最後呢 也是 順便介紹一下我這次參選的部分 那就是 我覺得 促進台灣的經貿發展 及國境經濟任務 是我長期關心的議題 那到立法院之後呢 也是一樣的 那在當立法委員的 短短的一年的時間 我也推動許多法案 比如說像GDPR 各自管理的部分 還有像主權基金 還有數位醫療發展條例 也是希望台灣的產業 與法規標準 能夠以國際接軌 那我所代表的是 創新和未來的民眾黨 我希望不只是有美好的台灣 我也希望說 我們不要沉迷在過去的成就 而是要放眼挑戰與機會並存的未來 那成為新手媽媽的我呢 我的寶貝才剛九個月 那也是當然是台灣這邊 最年輕 第三年輕的副總統 那我也希望 以下一代的青年的政策 以出發點 那以青年世代 作為挑戰的核心 以國際鏈結 以及數位轉型 來帶來機會 來創造國際的鏈結 來給台灣一個新的舞台 所以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的支持與鼓勵 謝謝工商年 祝你們三十周年快樂 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再來我們豐富的支持 我們請劉布 另觀眾要求 我們要邀請柯文哲總統候選人 一起上台 我們來給他們加油打擊好不好 好 再一次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一起來喊 等一下 他要先拍照的 我們媒體朋友很熱切啊 拿手機啊 對 拿什麼 好 那我們第一點啊 後面那個鏡頭 我們都前面的請 第一點 要不要擺個 這個戰鬥的姿勢啊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一起來喊口號好不好 好 那我們喊一次 好 他很客氣喔 柯文哲 吳欣穎 動帥 柯文哲 吳欣穎 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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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舉起手 再加油一下 好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理事長 還有幾位領導一起來合照好不好 那待會我知道這個媒體朋友有要求要聯訪喔 再等一下喔 好 我們有邀請我們的 來 陳森 陳森榮議事長齁 還有陳森賢董事長也上台吧 好來 還有錫詠傑齁 來錫詠傑來也上台齁 好來 來冠如董事長 來 董事長齁 來都起來啦 大家都起來啦 坐人家樓 來我們的夫人 來 大家一起來合照齁 好來 大家上台合照齁 這個 好 今天也來到非常溫暖的貴婷喔 我們 吳欣穎副總統的母親喔 我們的 許先禁夫人 好 今天大家的力量非常的強大 都是 還有我們公總的天使會召集人 好 大哥 好 我們一起看前面 來我們 喔 林市長夫人 好 展現我們台灣工商聯 壯大 三十年的旅程 喔 是是是 還有我們阿姨喔 來來來 這裡這裡 到前面一點 前面一點 好 我們來比一個站好不好 預備請 一二三 站 好 好 恭喜我們也祝福大家欣賞事成 好 恭喜我們也祝福大家欣賞事成 喔 還是要有 還是要有規劃 也不是說一下子就全部開放 所以 所以本來齁 那個 一切按部就班啦 就好像 我覺得 這 郭友宜是說他一個法要直接處理 我倒覺得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先處理 按部就班 按照SOP做事 這是我的主張啦 主席才說沒有收過吳姓營家的錢 那邊搬出來 吳姓營還沒當立委錢 就捐24萬給民眾黨 外先生委員說你沒有說實話 這我可以來回答可以嗎 好 其實這個 針對這個24萬的部分 我今天早上在立法院已經做了回應 那這24萬呢 是純粹做於這個人才培訓 我進入民眾黨的Member 就是三年前呢 我其實對政策方向 還有人才培訓都非常的關切 那當時有跟黨建議說 可以比較像李光耀大學的一些精英人才培訓 或是台灣這個卡奈基的人才培訓 所以這個捐贈是因為這樣子而來的 委員那想請問 最近有很多人對你的財產申報有興趣嗎 媒體人黃耀明說 您在九月和比利時貴族丈夫結婚 未來採選申報有得僑 會不會擔心成為接下來的選戰包 像我昨天所講的 don't use money to measure my patriotism 我相信一個人的愛國 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 那我們還有下一個行程 那我們就就到這邊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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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